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今儿咱们再录个小段 给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事情 中国有几大著名的烂尾工程 一带一路 海南自贸区 还有这个什么北交所 然后就是著名的雄安新区 你都见过雄安新区烂尾的图片 我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进入2023年了 雄安新区再投资 雄安新区再次热火朝天 展开了操作 展开了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根据新闻来看的话 再投资一季度416亿 全年在雄安要再砸2000个亿 那很明显 是咱们当今圣上不服输的尽头发作了 一定要把雄安建设成功 一定要把之前那些工程 一定不能烂尾 这个烂尾视角 面子是大 所以雄安的未来会如何呢 为什么圣上要这么执着于 要把雄安搞起来呢 而为什么这么多年就一直搞不起来呢 咱们给大家来聊一聊 好 那么怎么回事 咱们得从春节后首个工作日说起 据中国的相关媒体报道说 新年首个工作日 全中国大江南北发动了春季攻势 中国特色 特别喜欢用这种攻势 形容这种基础设施建设 说一大批批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集体上马 用实际行动冲刺开门红 他说在上海 这不只是中国 这个不只是雄安一个地方 是全面广泛撒网 说在上海 杨浦区举行2023年重大工程推进 什么什么什么 开工仪式都不念了 这些重大工程项目总投资额500亿元 这个同一日黄浦区也举行了重大工程集中开工典礼 15个项目当日集中开工 总投资额550亿元 然后就轮到雄安了 说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开工活动 有43个项目开通 总投资416亿元 全年总投资计划2000亿元 在河南全省第七期三个一批建设活动勒响战股 三千 抱歉我笑场了 你知道河南三千多个项目 你知道这里边要骗多少的国有资产 要吞进去这个烂尾坑吗 我对河南人朋友没有任何的这个不敬的意思 但是不得不说 河南政府河南的相关的一些地方 骗起国家的经费来 那真是一把好手 3325个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和投产 总投资额3.1万亿元 开工一批项目1271个 总投资1.6万亿元 然后陕西等等 还有很多项目 总投资5646亿元 近800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所以根据相关的媒体测算的话 中国这次总共将会拉动近10万亿元的投资 以传统的基础建设为主 进行投资基建 说白了 这次大撒币 真是不撒国外了 撒国内基建了 但是这就不叫大撒币了 叫大放水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 这种放水和金融放水是不一样的 见效也没有像金融那么放水 对于通胀的这种涨幅那么明显 但是肉烂在锅里 水也烂在锅里 你大撒币撒 这些水几万亿几万亿的往下撒 往下搞基建投资 跟当年的著名的4万亿 没有任何的区别 甚至还不如当年的4万亿 因为当年的4万亿 你中国还属在一个上升期 你跟世界的世界工厂地位不断地确立 而今天的中国 正在成为全世界的一个 怎么说呢 嫌弃的对象 你的思想意识改革 思想意识革命 已经影响到了 你在全世界全球的这种 供应链体系中的一个地位 所以你这时候再撒钱 就等于是给自己 就不是在撒钱了 是在撒汽油 就差一个火星子 好 那么观众朋友 咱们新闻暂时说到这儿啊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说这个雄安为什么一定要建 其实这件事情 咱们以前也零碎地说过 没有整体地说 就是中国的雄安心区 它不是一个区的问题 它承载是咱们当今圣上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千古一帝 定于一尊的 别锁了 定于一尊的雄心壮志 雄安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 这种思想的 这种思维的这种定势 常见于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一般人就觉得 要兆头 这件事情成了 我带领中国人民伟大复兴 一定能成 那这件事情败了 我不一定败 但是彩头不好 不就花几个钱吗 中国人民有的是钱 人旷大国开玩笑呢 小看我 见往里投资 所以实际上雄安新区的这种荒凉 那种荒凉的什么地铁站啊 没有什么 整个那么大一个 就比北京站还大的那种 还雄伟的那种雄安站 一天没几班车 为什么 这里车里边很多还是游客 来见热闹了 来看热闹了 整个跟个鬼城一样 核心原因有以下几点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第一点 北京人不傻 我没跟你说 统治一个国家 像外国咱们不说 中国的政治投资 这个统治的根基 就在取决于傻子的数量 傻子越多 统治越牢 但是很遗憾 俺们北京人不傻 北京是一套 有完备的完整的 这种市政 交通 行政 医疗 养老 娱乐 餐饮等等 包括办公 就业 完整的一套流程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 你让这些国企也好 你让这些央企也好 你让这些北京的某些部门 挪到雄安去 那部门当然不乐意了 对吧 随便你用屁股想你也知道 那些国企央企 首先很多员工在北京安了家了 好几万亿平米的房子 你让我扔了去雄安再买房 而且你雄安的地价也不便宜 房子也不便宜 我凭什么 对不对 员工不买 就得我企业掏 那不是银子吗 我凭什么要过去 这是此为其一 第二 员工也不乐意 领导也是人的 在单位里边 在国企里边 谁愿意提这个倒霉的事 都知道 是都知道该拍领导马屁 在他们国企里边 哪有傻子 都知道都是人精 都知道拍马屁 但问题是 你为了拍这么一个领导的马屁 第一 你拍不到咱当今圣上的尊臀上去 人都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底下所有人都恨你 谁会推动这件事情 对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如果你在国企干过 或者有朋友 有亲戚的话 你就知道 国企也是讲究要争的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中国那么多国企 每年国家批起来的项目 一些政策 一些手里露出来的 手缝里露出来的这些钱 你不去争取 不去哭去 谁 谁屌你啊 所以都在北京这个圈里边 离得近 两步路 就打面了 各种各种手腕啊 这个社交啊 这个什么都好弄 啪一下你一脚踹到熊安去了 谁去谁傻叉 对不对啊 去了之后了 远离中枢 有病啊 那不是一般的中枢 那是经济的中枢 那是权力的中枢 拍脑袋 政治就是这个特色 你说美国国会不怕 对不对 美国很多的国会 除了开会之外 人家议员到处自己住去 玩去干嘛去都行 为什么 因为人家要投票 少了老子这一票 或者少了票多了 你们就赢不了 我不到 你们就不能投票 等等 对吧 很多都是这样很重要的 所以有体制 有制度 它是制度决定的 而中国呢 领导一拍脑袋 说白了 今天咱们陪老 领导打麻将 搓麻搓高兴了 几个亿的项目就给我了 我从熊安跑过来 陪老领导打麻将 我麻将都打不上热乎了 我给您检验辟 我都来不及 对哦对啊 所以以上三点是过去 为什么熊安烂尾的一个 一个从人文角度来的 一个主要原因 而这些原因 你觉得今后不在吗 今后一样在 今后这个问题 哪个是挪掉了 没有 都还在 所以你熊安尽管投钱 你尽管去弄 我们目前来看 大概率的情况下 在熊安彻底完成的 那个据说是 8000亿投资的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这个彻底完成之前 然后再给特殊的 政策优惠和什么什么之前 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 当然说实在呢 这跟咱当今盛上的 这种理想主义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们如果看过 这个熊安的规划图的话 你会发现 那里号称是人间天国 各部门各部委 住在那种超 为什么投资那么多钱 其实你说 这个是另外一个吐槽的点 就是你看美国 对吧 可能大家不止说过一次 我有时候去美国政府的 一些地方 不同的州政府 办一些缴费 缴税 缴一些什么东西的 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有地方 那个办公的区域 办公的楼啊 有的五十六十年的历史 有的甚至是一二百年的历史 我去过一个地方办事去 他那地方是南北战争的时候改的 南北战争的时候建筑改的 你能想象吗 南北战争时期的民居 改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办公点 不夸张 一点都不夸张 所以人家的小政府 很多钱呢 至少 现在也有很多贪污府 但是能花在刀刃上 中国就雄安八千亿 八百亿都钱多 我告诉你 你办公啊 你还是去当大爷去啊 为什么你要建那么高科技的那种园区啊 你看他那设计图对吧 好家伙 楼与楼之间 这种轨道交通 员工就跟那个走路一样啊 上了这个东西以后都不用动 咔就给你送过去 整的跟那个 怎么跟你形容 跟那个漫画 那个就是什么说 魔法都市啊 这个这种学院都市啊 那种感觉一样 未来高科技新城 那这个玩意儿你造出来 除了自己享受之外 附带有一点提高效率的 微微的一点的 你0.0%加成之外 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吹牛逼吗 主要为目的不是为了 这个拍出照片来 拍出视频来宣传 让那些傻子们高呼 哎呀厉害了我的国 哎呀你看中国多牛逼 然后看看美国纽约 哎呀你好low啊 对不对 这不就是主要目的吗 还有你建成了 尊头都告诉你了 就是这个目的 不是你等着瞧 对不对 你用屁股想都知道 等它建成之后 它一定会大肆宣传 看看美国地铁 纽约地铁 纽约地铁多么的脏乱差 看看我们雄安新区 多么牛逼 我就不说了太恶心 但是呢雄安新区 还有一个硬伤 那就是它是块儿洼地 据说呢有专家说 说如果赶上 说是当初中共建国 是62年63年 还是53年忘了 就是那会儿的一场大雨的话 整个雄安都可能被淹掉 这个其实倒是也蛮期待的 我们可以等等看 等等看 这个你知道 要是从风水上来说 咱们上次说 闲聊 这属于闲扯淡 这部分闲扯淡 不愿意听 可以不听 这个如果雄安被淹的话 那这个兆头 对于中共来说 那可是要命的 为什么 咱们上次说了 中共上红色 五行属火 再次重申 我不信这个玩意 OK 我是信基督的 我只是聊这个事 咱们先扯淡 好吧 就是中共不是喜欢 讲这个迷信吗 咱们就 它讲这个 咱们就聊这个事情 仅此而已 我深信说明 我是不信的 这是属火 那如果水淹雄安的话 那就相当于 直接拿水给你灭了 那个彩头更恶心 当然如果你要想改变的话 那你要把整个地势加高 那工程量我都不敢想 那个表情怎么做 岳云鹏的表情怎么做 我天哪 吓死人了 就大概是那意思 所以综上所述吧 雄安新区失败的 注定失败的三个要点 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 它是一个权力经济的 这么一个权力结构的 这么一个构架 在非市场环节下 资金不会自己主动的过去 所以这种强扭的瓜 是一定不会填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雄安新区 它是从无到有 去凭空捏造的一个 类似于像那种 幻想中的理想乡 梦想国乌托邦一样的地方 它不是利用一个 现有的城市造出来 你比如说天津 对不对 天津在北京边上吃了那么多年的亏 什么好事都是北京的 什么好事都没天津的 你如果真想把北京的一部分职能转移出去的话 你完全可以转移到天津 甚至咱们损一点 天津的朋友 我是举例子 就是北京干这种事经常干 对吧 它把一些重工业污染的东西 你挪到天津去 或天津人去 但是我不是这意思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也能完成 但它为什么一定要额外新建一个东西 权力欲望 千古一地 所以在这种 忽视了客观事实 你直接用你的所有的财力 几千亿几万亿往里投进去 就是为了造一个从无到有 从一片黄土地上 去凭空拔出这么一个城市来 还要新代化 还要高水平 那个巨额的投资 都不用美国给你玩什么星球计划 你这么玩吧 你一定把自己能把自己拖死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大量的后遗症问题 你要知道雄安新区 其实怎么说呢 很多农民的地被征用了 那这中间有多少是非法的 或者说这多少是小取豪夺的 那些大量的 到底是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估计人数不老少的 几万甚至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都有可能 那些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 他们靠什么活着 如果说雄安新区活起来了 他们在雄安当地有房 然后能找一份工作 他们可能从脱离了土地 也许也能活下去 但如果雄安新区烂尾 彻底烂尾 那这些农民要地没地 要房只有个空房 然后坐吃山空 难道他饿的时候 就啃两块钢筋水泥吗 那不可能的 那些人到时候也是要闹事的 所以说呢 怎么办呢 这就是中国特色 新年了 老百姓提机豪寒 疫情这么多年 三年 没给老百姓发一分钱 但是有钱 去投这么一个雄安新区 有着点钱 让老百姓兜里丰富一下 多点消费 拉动内循环 不好吗 无奈 没有万法 总加速师 实至名贵 好了 今天这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